中午吃什么呢 我们说爱美是人的天性 特别是女生啊 都想要保持这个身材的苗条 所以呢 可能跟我一样 动不动都说要减肥啦 但是有的人是挂在嘴上 有的人则是啊 非常的积极 所谓不吃东西的方式来减肥 我不吃总不会胖了吧 小心哦 你也许不会胖 但是你可能命都要没了 明明辣妹窑窕身材 让许多女人羡慕不已 超想把自己变得跟她们一样 不过用激进的方式 快速甩肉 这可能解除大问题 甚至可能失去性命 台北市有名女子身高160公分 体重超过100公斤 患有甲状腺抗净 为了想要快速瘦身 竟然想用不吃东西的方式减肥 才不到两天 竟然在家中倒地猝死 完全都不吃的话 身体没有多余的能量过来 那可能身体会产生其他的问题 像是一些 铜酸中毒啦 心律不整这些都会造成这些 比较致命性的一些危险 女人暧昧 为了减肥仿经有不少 号称有效的减肥方式 像是只吃水果 肉类 昏带餐食品 或是不吃淀粉类的食物等等 都是不恰当的减重方式 应该要三餐饮食正常作息 还要适当摄取水分 排除体内的老肺物质 更要适当的运动让身体健康 一个月下来 平均减重1到3公斤 超级保持才是正确的减肥方法 想要甩肉也得顾虑健康 最好能够寻求医师的建议 慢慢减重 免得用了不恰当的方式 反而赔上了宝贵的生命 中文新闻 范基文 陈世彤 台北国道